我正式开始我今天的公开课 刚刚另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说 我其实也做过之前的一些公开课 这个话题其实大概是在两个月以前吧 我主动跟这边建议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 关于这个business analyst俗称BA 或者也叫做分析师相关的这些课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 或多或少的听到说 这个GNI要踢到IT了 很多的IT的叫失业了 因为GNI可以把你们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 短期开发也不用开发了 GNI可以去开发了 就类似有很多这较有意思的对话 我就想趁这个机会 我把相关在business analyst的领域上面的 GNI的一些应用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比较巧的是在前阶段 我在住咱们学院的其他的一些学员的时候 他们也主动提到说 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所以我们也就针对这个话题也讲过几次 他们反馈也不错 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真正的说我们GNI这样类似的一些工具 怎么能够帮助BA这个职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 重开课的一个背景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Olin 我现在人是在悉尼 我一直是在IT行业吧 我现在是在一家咨询公司 做这个叫Principal Consultant 你可以立即为这个资深顾问吧 我主要是做咨询和软件交付项目管理 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呢 我之前是在咱们国内的腾讯 做腾讯的产品经理 我也做腾讯学院的讲师 讲的这个内容呢 也是很多跟咱们这个产品 BA业务分析以类相关的课程 当然我要特别提到说 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我个人观点 在这里没有和任何的雇主 有任何的关联 下面有我的LinkedIn 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 通过LinkedIn跟我取得联系 我们先聊一聊 我们今天会聊什么话题啊 这个我会聊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GNI的这个工具 在BA日常工作中的应用 这个话题其实会比较偏实践 今天我们不会讲理论 不会说GNI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GNI的讲理是什么 这都不会讲 我们会非常多重实践 待会我会也有一个直战的环节 我们直接来上手练习一下 我们不会涉及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什么是GNI GNI的工作原理 这些我不会讲 因为我会假设说 大家知道 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你仍然想听这个课呢 其实这个不会构成一个阻碍 但是你可能会下来再去了解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不会讲的内容 是怎么帮助developer 所以如果你是说 我来是想听一听这个GNI 怎么让这个developer的工具 这个工作效 那对不起 这今天的内容不在我这里 包含这个内容不在这里 如果是非常详细的想了解 做啥 那这个我建议你去查阅一下 之前向人的公开课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向人的资料 应该是有很多的介绍 所以这点也不会覆盖 在我正式进入我刚刚的话题之前呢 我做一个小问卷啊 因为大家都在zoom里面 你们可以帮忙敲一下chat呢 chat里面你给我答案就行了 我们现在问到的问题呢 是第一个问题 好 请大家帮忙敲一下ABC 问一下大家的背景 第一个呢 是如果是A目前不是毕业 你可能想找BA相关的机会 B呢 就已经是在作为BA了 你需要这个技能的进一步提升 那可能前两个都不符合 请大家帮忙做一个小的问质啊 因为这个会帮助我去掌握 我接下来几个小时 跟大家的交通 我的重点是什么 好 谢谢 谢谢这几位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好 多谢 所以我发现真正 目前正在做BA工作的呢 可能不是特别多 那我可能待会会介绍一下BA的大致工作 但我不会介绍张细的内容 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您对BA工作的了解 你可能现在不在 不在 但是可能你是在展间开发的行业 或者说相关的行业 所以有可能你对BA是有了解 那我们进入第二题 请敲一下ABC A 完全了解 B 大概知道BA是做什么的 C是很清楚 好 还有在线的朋友想回答一下问题 二你们好 非常感谢 好 多谢 我发现这对BA的了解 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是知道有一些 但可能不是特别细 好 没有问题 那待会我可能会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 好 第三个问题 好 下面我们跳到第三个问题了 如果第二个问题还没答的 那就不用答了 第三个问题是 你是否在工作场景下 使用过ChatGPT 或者类似的Gene AI的工具 但无论是免费版 收费版 你如果用过这个ChatGPT 那你可能会分享 说明这个ChatGPT还是很普遍 下次我可能可以加一个问题 这个除了ChatGPT 这个ChatGPT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 也可以了解一下 从这个问题看呢 看来很多都有 只用的一些经验 那所以我待会可能就不会 特别的讲这个 细节的ChatGPT的一些内容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 在线上的回复 因为我们在线上沟通 这个就很多 主要的收集反馈的渠道 我们大概花了这几分钟时间 把这个背景设置了一下 那我可能这样 待会我会先讲一下 BA的基本的工作的情况 因为可能有一些同学 不是特别的熟悉 可能大概就花个五分钟吧 我们聊一聊 进入ChatGPT的环节 这一部分 其实我在之前的公开课 有讲过 我仍然认为 它是描述BA最合适的 这个内容了 我们说business 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呢 我其实用这两张漫画 可以解释一下 左边这张漫画呢 这个很直白啊 就说我是神仙 但是呢 你要让我说去了解用户的需求 我也很难办 说明这个BA 有一非常大的工作 指责是要说 我要去了解 这个东西做成什么 那其实就是说 去定义what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的这个业务需求 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漫画呢 他说哎呀 这个BA终于闲下来了 他写了很长的 这个业务需求分析 但是他找不到developer 找不到程序员来开发 是这个他很孤独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也从侧面说明 这个BA 你离开了软件开发的 这个developer 你是没有办法去交付 任何的东西的 所以你一定需要developer 把你的需求 转化为可工作的软件 那么实际的软件开发流程里面呢 BA 我们在进入BA的具体工作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BA软件开发流程 可能对于一些 刚刚之前敲答案说 我已经在做BA 或者说熟悉软件开发的 这张图应该会很熟悉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一个叫Chrome的软件开发方式的 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举一个比较熟悉的 手机网银 对不对 那可能在项目开始的时候说 我要做一个网银 那我这个项目 肯定会有一个vision 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接下来我们就会分析说 我这个产品要做什么样的功能 他们大概是按什么样的计划 去做发布 比如说我接下来三个月 我要做基本的在线支付 网银 我要能够看到我的账户 然后再往下 我可能后三个月 我还要做一些 比如说智能 比如说财务分析 分析我这个花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你的release planning 然后会进入一个叫这个Sprint 一般我们会说有两周 或者说也是四周 这么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是指什么呢 作为BA你就要去计划说 我们这个Sprint里面 要做哪些的功能特性 把这些功能特性 以这种需求说明书 或者用户故事的这种 形式把它写出来 交给developer 中间你还要去组织这种 所谓叫Daily Scrum的 这样的一些类似于战会 等等仪式 来帮助我们的developer 还有我们的周围测试的同事 去做很好的沟通 在这个Sprint要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有个review review其实就是在说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开发了什么东西 我们针对开发的这个功能 做一个讨论说 你看我们开发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 在这个Sprint要结束的时候 还有一个retro 那这个retro和review 有什么区别呢 review是针对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what 就是我做的功能 比如说做了没有 本来一计划做五个 这五个是不是都做了 那retro perspective呢 关注的是how 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实践 有哪些可以改进的 这个也是一个 持续改进的一个思路了 对吧 就是说 我发现我们这个 这次的这两周 可能大家的交流还不够 对吧 或者说 我们这两周 可能中间有些信息传递 有脱节 那么这个关注的是how 这个维度 所以呢会做一个回顾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软件开发的流程呢 如果他采用了这种 叫scrum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由若干个 这个sprint 稳动组织起来的 然后形成一个 完整的这个软件 开发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 软件开发的一个典型过程 那么其实这里 就会有一个 接下来的问题 那BA到底做什么 BA在这里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包括需求分析 包括业务的梳理 然后把这些内容 转化为一个 developer可以理解的 一个形式 这是一方面工作 同时呢 他还会担任 一些这个组织的 活动的组织者 或者我们叫 fancilitator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到底跟哪些人 有交互 他 你们大概就可以感觉到 一些比较实际的 这个 他的工作的内容了 我们把BA放在 中间的目的 不是说 BA是整个团队 最重要的 他相当重要 但是其他的角色 也重要 这个只是我们 方便说明说我们 分析以BA为核心 他跟其他人的交互 我们这里提到的 project sponsor 可能更多的是说 类似于project owner 或者说你的这个 需求提出方 对吧 他们可能代表着 以刚刚网银的 那个例子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网银的这个 产品负责人 他会负责说 我要跟你商量 这个产品的需求 是什么 soft developer 这个就不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我们会去沟通 各种functional requirement 和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functional requirement 比如说就简单的 查账跟这个业务 相关的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可能是性能方面的要求 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 我要求整个 网银系统 支持个200万人在线 但这个数字 可能有点夸张啊 因为你知道 整个澳大利亚 我们也就有2000人 2000万人 好 然后呢 测试 测试同样要测 不同的功能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这个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 然后会一起 跟BA讨论说 咱们这个月交付 是不是按照进度来的 是不是还需要加人 还需不需要减人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省钱 钱还够不够花 类似的 然后呢 用户代表会和BA有交付 是这个user requirement 然后呢 还有一些other stakeholder 比如说这个 I部门啊 运维部门啊 售后服务部门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网银上线了 然后大家接到电话说 啊这个网银好差 那这个反馈 怎么传递给你 可能是通过银行的 这个售后 或者说叫服务部门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看这个 BA要做很多事情 好 那这里就问题来了 BA做这么多事情 有没有工具 或者说现在流行的 这种Gen AI的工具 能不能帮到他 这个就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 Gen AI工具 能不能帮到他 怎么能帮到他 好 回答第一个问题 非常非常有用 Gen AI的工具 至少在我了解到的 这样一些BA的工作里面 其实给了BA非常大的帮助 可以解决非常大的问题 待会我会给大家 做详细的这个演示 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技巧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这个话题 就转到这个Gen AI了 我们这里呢 因为坦率说 这个AI的这个定义 包括Gen AI 包括Chain GPT 这些词 它是有明确的界限的 但是为了简化 我们后续的对话呢 我选择用Gen AI 只带类似于这种 Chain GPT的 类似的工具 所以你可能说 老师我在用其他的工具 只要它是类似于 这种生成式AI Gen AI的工具 那同样实用 但是为了简化一下 我们后续的对话 我就不做概念上的区分了 我贴到Gen AI 你脑袋里面 你就想到 Chain GPT这种工具 就可以了 好吧 我post一下 然后呢 有问题呢 你们可以直接在chat里面 因为如果这个问题 跟现在相关呢 我可能会在后续的 这个演讲里面 我也会把它囊括进去 好吧 这个有问题 可以放到chat里面 但我们在最后呢 也会留一个 这个QIA的一个环节 好 那么我们这个话题 进入到这个Gen AI 或者说Chat GPT 在这个场景下呢 我有很多的观察 我发现 很多的这个使用者 对这个 以Chain GPT为例的 这种建议工具 有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 大家把这个东西 当成了一个强大的Google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东西 其实跟Google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只是按照 我屏幕上说的 这个事情说 我提问本答案 那么你就是把它 作为一个巨型Google 强大版的Google来用 那这个其实你只用到了 它几乎微乎其微的 一点功效 换句话说 你其实有Google就行了 你不用Chat GPT 对吧 这个一个月三十多块钱 这个就不用花了 你就用Google就行了 所以这个交互关键 一定不是说我提问 然后去等答案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真正Chat GPT的 这个使用的关键 其实是 它有一个强调 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你要按照它的 一个合理的顺序 这个合理的顺序是什么呢 就大家看到我 这个一二三四 这个代表着一个顺序的流程图 左边呢 就是你 右边呢 就是这个工具 所以它其实是有 严格的这个顺序的 这个顺序可以帮助你 拿到你想要的答案 这个合理的顺序呢 划分为这么几步 第一步 你要输入 输入呢 不是指提问本身 而是指你要给 这个事情的上下文 所以呢 其实Chat GPT 不太适合于去做这种 纯信息检索类的事情 你用Google就行了 它更能够做的是 根据上下文 去生成答案 是生成答案 而不是search 检索答案 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 对不对 因为检索是说 我寻求关键字的匹配 我把这个内容 从已有的内容里面 把你找出来 但GIA的关键是说 你给了我上下文 我可以生成内容 那所以第一步 其实是说 你需要去给它一个context 就是这个事情的上下文 待会我们会有 非常详细的演示 那第二步呢 AI会给你一个初步的答案 好 第三步其实是区别于 非常多的工具的一点 你拿到这个答案以后 你一定要refine 有很多的 这个我看到的场景是说 哇 这BD好妞 输了一串问题 拿到答案 你看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关掉窗口 然后重新提问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 你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 让这个GNI去学习 去理解你回答上下文 如果你的第三步改成说 哇 你的答案 这几部分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你的答案缺了 请你继续完善 你得把第三步补全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 我的第三步里面有左右箭头 左右箭头 对不对 这个代表的是 这个是一个过程 说 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 说 你抛过去 等回来答案 再抛过去 回来答案 结束 没有 你要不断的去refine这个答案 或者说给它一些新的提示 最后你才能拿到你想要的答案 这个逻辑关系 跟我接下来要做的演示 就会非常相关了 就是说你会观察到 我们实际在演示的时候 是为什么去走这样的一个步骤 好 聊完这个顺序以后 那大家可能会有这个疑问了说 我掌握了这些顺序 但是呢 我还是不太确定 我怎么去做这个输入 就是user input到底是指什么 user input是不是指说 我给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敲回车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 这里呢 总结一下 在user input这个环节 包括在第三步 你怎么样给它更多的提示 以拿到更好的答案 这个环节 你真正应该做的几点 接下来的几点呢 我会认为是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核心 就哪怕你以后不做BA 哪怕你永远都不做BA 但是接下来的几点会很重要 我给一个糟糕的例子 糟糕的例子就是说 没有去理解这种核心 没有去掌握这种关键点 那我就直接会问一个 我作为一个BA 我说我要写一个user story give me a response to hear me to generate a user story of ATM machine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要去做一个ATM的这样 一个user story 我就告诉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user story 好 我就等 好 这个就是一个糟糕的例子 这个是个反例 那么正确的例子 请掌握下面这几点 这几点是 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关键 怎么去做提示 它其实有六个关键点 哪怕你不是做BA的工作 你只要使用 S3GNI这样的工具 这六个关键点 对你会非常重要 你如果做好了 这六个关键点 你会发现 哇塞 我觉得我每个月 三十多块钱的订阅费 简直超值 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知道吗 如果你觉得 这六点 如果你应用的 不是那么彻底 你可能会觉得 哇 好像我每个月 交这三十多块钱 挺心疼的 那这六点是什么呢 就说在你做每一次 提问设计的时候 一个完美的提问 或者说一个非常有效果的提问 它会包括下面的六大部分 这个提问包括我的初始问题 以及我后面的这个refine 或者说我们叫提炼 你六大部分的第一个是roll和persona 这个roll和persona 不是指你的roll和你要做什么 而是指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希望ChadGPT做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如果需要ChadGPT 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会说 好 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的角色就是Ling Ling的角色 是这个项目的business analyst 我需要你作为business analyst的助理 来代替我完成一些工作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样的话 ChadGPT对自己会有一个认知 但我说的比较形象 当然后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技术动作 但是这样会让他很明确 自己的一个身份 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 我去帮你完成后续的工作 所以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 而直接说 ChadGPT你给我一个什么 那大家可以想想 在软件开发这个行业 有不同的工种 对不对 有developer 有这个pm 有这个 还有什么大boss老板 对不对 你要让ChadGPT 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persona 给他一个roll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sitting sitting就是场景设置 场景设置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不能一上来 你就告诉他说 你给我一个什么 你得给他一个场景设置 这个场景 包括业务场景和流程场景 业务场景是指什么呢 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移动mobile banking的开发 好 你这样多 把这个场景一加上呢 对这个 G&I就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输入 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语境 是移动软件开发 mobile app 那他就不会去想一些 超出这个逻辑之外的一些问题 同时你还可以给他一个setting 说我现在是在软件开发的需求分析阶段 而你不是告诉他说 我们在做这个开发 开发完了吗 你是在售后吗 还是说你现在是正在做需求分析 还是需求分析已经结束了 你需要给他一个setting 第三部分呢 是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 我要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事情 像GPT 你需要给我生成一份这个user story assignment 对不对 这个一般都能掌握 第三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一个具体的assignment 接下来三个 structure structure是赤字 现在GPT 它拿到你的assignment以后 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 证的反馈 对不对 一个回复 一个response 那么你需要告诉他 你想要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 这个其实可以帮助你 省大量的时间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如果说是用这个东西 去生成一个 我们叫比如说workshop 或者说一个会议的agenda 你是不是其实不需要长短的文字 那你就很明确的告诉他说 请你以什么样的这种结构告诉我 比如说你这种bullet加description 他这样一看他就明白了 他给到你的就是一个bullet加description 这样一些 好 第五部分是 以什么样的这个 叫语气也好 或者语境也好 来讲 这一点也是 其实ChatGPT可以很容易掌握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BA工作中 或者平时大家的这个 业务工作中又有不同的场景 有一些是很正式的一些汇报 对不对 是我们说的 executive这种 这种meeting 或者说汇报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选择一些 比较正式的语气 你可以把这些提示告诉他 最后一个 大家很容易忘的 你其实可以给他一个example 你说 我现在给你一个example 你就follow我这个就好了 那这个可以极大的减少 你反攻的这样一些词数 你可能会想 这个怎么这么笨 他都不了解我想说什么 你直接给他example 你直接告诉他说 请按照如下的格式 或者说我给你一个example 你按照这个example来往下写 好 这六点 只要你在ChairGPT的交互里面 把这六点做得到 我相信你会发现 你的答案质量 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可能就来讲一讲 如果用这么 这样一些交互的关键 我们怎么在这个 BA的实际工作里面 来借助ChairGPT 来去提升我的这个 工作的效率 或者让我的这个工作 就是有 刹出更好的一个结果吧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使用GNA工具 辅助BA的几个工作场景 其实大家想一想 在这些场景里面 哪些是可以用的 这个工作场景 其实是结合到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软件开发的流程 对不对 我们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idea 我们有一些 头脑风暴的作成 或者说这个叫 叫什么 叫形成一些主意 我接下来 我可能要确定 这个产品的一个vision 我还会进入一个 discovery的阶段 去想 这个产品到底 可能有很多功能 但是我想先 头脑风暴一下 我觉得可能有20个功能 但是我可能只选 其中10个功能做 最后进入这个 solutioning的阶段 去具体的把它开发出来 最后来做 这个软件的交付 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每一个环节 GNA都可以当到 毕业的工作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把实战 实战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预设一个场景 我预设一个 大家都会非常熟悉的场景 无论你用DBA也好 AMV也好 Saint George也好 或者任何银行 你大概率应该 手上会有一个网银 对不对 但我并不是说 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网银 大概率你可能会有一个网银 好 这个手机网银 可以为他做很多的工作 对不对 你可以去看我的开销 我的周知的情况 还可以在上面转账 那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功能 我们用这个例子的目的是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大家就比较容易有代入感 就能够感觉到说 我们现在是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我们会在ChatGPT上做一些练习 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我们自己相当于是一个BA的角色 那我们来试一试 怎么用这个ChatGPT 完成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么一些内容 好 现在呢 我转到这个ChatGPT的一个界面 好 在进入这个细节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看 刚刚说到的这个场景 我们再让那个场景再打开 看一看 这个场景呢 是这样的 这个场景 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个网上银行 Build Online Banking 中间有一个核心关键字说 因为这个网上银行的功能很多 我们现在只强调一个点说 我这个网上银行的APP 他一定要非常强调这个 Customer Experience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产品都需要差异化竞争 对不对 那么差异化竞争的话 有的可能强调说 啊 我的这个产品功能很全 对不对 打开手屏 可能有20个功能 但有的可能说 我需要做差异化 我需要用户体验很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事情的基调 好 那我们看看ChatGPT 我们怎么来当到我们 注意哦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新开了一个对话的Session 新开了对话的Session 所以说他前面是没有任何上下文的 明白我意思吧 因为大家也用过这个ChatGPT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方 第一句话直接进入主题 那我第一句话 我会选择做什么事情呢 回到我刚刚的介绍 Persona Setting Assignment Structure Voice Example 这六点 我都会去用 好 我第一件事情 我会说 因为我就不敲文字了 好 但我边讲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具体敲的是什么 好 第一句话 我会做这么一个事情 我会做什么呢 我说 首先我是一个软件行业的 这个业务分析师 我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软件行业 我要让后面的答案 全部都跟软件设计相关 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BA这个词 其实是比较宽泛的 有纯业务类型的BA 跟软件开发没有任何关系 好 然后说我是要做一个bank planning mobile app 我也没有说我是planning 我特别强调说 我是在planning的阶段 所以我希望你作为我的assistant 去做一系列的事情 为什么是做一系列的事情 因为我需要他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现在不告诉他说 你先做哪个 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上下文 对不对 我会给你一些详细的 这个上下文和assignments 就具体的任务 我待会会给到你 但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项目的上下文 好 这个银行 但这个名字是我编的 好 我特别强调说 this mobile app should enhance 我是不是给了他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 好 我们敲一下 好 这个时候有反馈了 对不对 你看 我都还没有 这个也是我发现 KGPT真的迭代很快 我大概应该是在一周之前 我为了备课 我会做这么一个联系 我发现当时他还没有 跟我这个一个回复 好他现在已经非常战解人意的 体会到说一个BA的工作痛点 他主动问 你是不要做project charter 你是要做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 document 还是做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可以给到你很多 为什么他可以给到你很多 关键问题在于 我给了他足够的信息 我告诉他 你是软件行业 BA的一个assistant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就会有这个代入感 告诉你说 那你要不要直接帮忙 好 那么我们实际需要他做什么呢 我们先从第一件事情开始 好 这个呢 是BA的常见的日常工作了 我因为在这个刚刚的问卷里面 我知道有朋友是目前正在做BA的 你可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啊 我要去开一个这个叫什么呢 workshop工作法 workshop呢 我是要跟这一波人开 对不对 我需要一个workshop 好 好注意啊 我把这个提示数据去 输进去的时候 我会特别强调什么 首先 哪些人参加 其次 这一点其实就映射到了 我们前面说的structure 我需要这个agenda是有 title expected time 强调说多少分钟 对不对 因为这样 这样就很方便了嘛 对不对 我生成了 淘贝粘贴邮件里面 是不是就很清楚 有title 有这个expected time the activities expected outcome 对不对 你想你约了一拨人 什么还有CEO 这些一拨人来开会 你不讲清楚这个outcome吗 那我来开会 开两个小时 得到了啥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好 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问题 是跟前面的这一段 是完全相关的 你只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面 你前面提到的这个上下文 是会在每一次的你的提问中 会帮助他去理解 你需要他做的事情 好 现在我敲一下 看到没有 他生成的这个内容 已经完全包含了你前面提到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内容 包括甚至银行的名字 他都给你囊括在里面 而且所有的生成格式 完全是符合你现在 就是的期望值 总共三个小时 接下来你需要refine 怎么refine 你会告诉他说 请作减为两个小时 对不对 这个可能是你需要refine的东西 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提醒 我们其实可以在最开始 就告诉他 我只需要两个小时 但是大家可以看 这样的一个输出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做修改 拿来用 当然这个我后面也会提醒一下 这个工具的局限在哪里 说直接拿来用 这句话 其实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因为你其实是这个执行的责任人 他是你的助力 好 我们看完这个例子以后 我们再进入下面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作为这个BA 我们还会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需要跟产品经理 一起去想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做哪些比较炫酷的功能 对吧 或者说有哪些差异点 那我继续敲下 那我会说 基于前面的这些上下文 请给我五个 key functional feature 脑爆五个这个 真正的功能要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其实并没有讲产品功能 对不对 前面更多的是一些 这个administration的一些工作 那这里其实涉及到 产品的详细功能 注意哦 我要说 目标是怎么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好 注意 下面我会特别强调说 你给我的这个内容需要 因为我是若干的idea 对不对 你需要我的idea 就是sequence number of each idea feature 或者说idea的name 我会说 那对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我现在不知道它会生成什么 但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在网银里面做用户体验 说实在的 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网银 现在能想到的 能够实现用户体验的 这个已经很多了 那我们看一看它具体做些什么事情 好 它想到了几个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个是不是都跟用户体验相关 第一个 个性化的这个 比如说finisher insights 收入的模式 还有消费的习惯 这个听上去不错 对不对 作为虚拟的财务顾问 或者说 还有一个是提到了AR 你要找这个branch 你用AR的方式找 或者说 把这个储蓄作为一个game 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好 那么 但看到这些以后 如果作为产品经理 你可能会选择一些 作为一些讨论 但如果不满意 你可以重复的去生成 但在这点情况下 TNGPT是不知道 你所处的这种实际的业务竞争 市场格局等等 如果你把这些信息 全部拨进去 我相信它会有更好的答案 比如说你说 我这些功能是针对于 每个区域 它的大概的目标人群的年龄 它的收入 大概什么样子 那我相信它的答案 质量应该会更高 那我们作为演示 我们先到这一步 接下来 我们做一个比较 可能很多这个产品经理 或者叫DA看到了 可能会觉得 这个真的对我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BA的一个非常繁重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当我取到了 这样一些idea以后 我会着重做某一个功能 对不对 好 我说 Very good I will choose the feature 我们选这个吧 Personalized Financial Insights 对吧 可以定制化的 个性化的显示 我的 Financial Insights 好 Best on this feature 你能不能给我五个 major的EPIC EPIC 如果不熟悉 毕业工作的同事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集群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可能有一个EPIC是说 我要显示我的日常花销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EPIC 好 我们特别提到说 这个EPIC 需要包含一些这个 Functional Requirement和 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我们只需要列出五个就行了 从演示的角度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能不能做到这点 好 主要这五个EPIC 其实都是关于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个性化 你的 Financial Insights 这么一个feature 对不对 这个feature拆成了五个EPIC 好 这个每一个EPIC 其实它是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来看看 涉及了哪些角度 首先 这个是Functional Requirement 对不对 它是一个实际的功能 去收集和显示 分析这个用户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你有多少个 比如三个银行账户 每个银行账户 每个月花两千块钱 花到哪里了 对不对 多去吃去了 或者说交通等等 还有Recommendation Engine User Interface 这个就是大的EPIC 当然EPIC下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需求 对不对 还有Requirement 就是具体的在这个EPIC下面 下一集的这样一个 详细的这个Requirement 好 是不是这个发现 我们的工作就越来越细了 这个就一旦是你做过B.A. 或者理解B.A.的工作的话 你其实会发现 这个地方对你帮助 已经非常大了 接下来会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会更进一步 我们会让他生成 这个User Story和测试用力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告诉他说 这样吧 我们选一个 我们选哪个呢 我们选第三个吧 Please Rake Down Click Please Write 比如说 3 User Stories Best Ball Epic 3 好 注意 这个时候比较资深的这个B.A.可能会有问题了 说生成出来这些我还要复制粘贴好麻烦了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经常用的这种B.A.的在软件中管理需求的一个工具 有可能是Jira 大家有可能听说我Jira对不对 就Atlantia这个公司做的一个Jira 我还要复制粘贴 是不是很麻烦 好 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要求它的格式 你甚至可以这样说 Write through User Stories for Jira The Format should be Sequence Number User Story Name Description 还有一个 比如说 The Epic Name 好 我们展示先这样 但其实如果你需要更精细的答案 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在里面 比如说Description这里 你可以写 包括你的格式是什么 对不对 你这个User Story是什么 好 我会加上 Place 好 我先让它生成 我们先看一看 好 你发现没有 它已经生成了 是不是按照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格式生成 但正如我刚刚说到 你可以去细化它 但我这里演示的重点是说什么 你甚至可以要求它直接输出ZSV格式 便于你直接import到Jira里面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举个例子 我如果我有五个Epic 每个Epic 有十个User Story 那我如果要复制粘贴 我不是完全追的不行 对不对 那我其实可以这样 rate please regenerate theoutput above into csv format for me to further upload into Jira 看到没有 棒 哇塞 效率提高100倍 你接下来要做的 但前提是你熟悉Jira 你可能就会更明白我要说什么了 你copy code 放到任何一个自处理软件里面 另存为csv文件 然后在Jira里面选择批量导入 假设你有50个需求 这50个内容就会辨认成50张Jira的卡片 你就不需要再复制粘贴每一张卡片 每一张卡片都这样去做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我要特别强调在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第几点 structure 你给它明确的structure 你说我要生成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呢 给到它一个evanple 那最后 你在这个地方 你当当于拿到了是 可以直接导入到Jira里面 做你别需求管理的 对直接的答案 但你肯定会在后面改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是user story 好 我们看到了user story里面 我们再做 我们再完成最后一部分的演示 测试用力 测试用力也是很多时候 BA需要和测试的同时一起写的 那我们现在说 please write test cases based on the user story 对不对 测试用力 你这个有了这个功能 对吧 那比如说具体的这个vomot是什么 然后具体的这样 比如说是不是要做一些边界上面的考虑呢 或者说着重去测测这个是functional 还是测什么 你可以继续说 但是从演示的角度呢 我点化一下 我只说我需要三个测试用力 同样你可以要求它生成basev 或者什么样的格式 然后导入到Jira 这下的东西可以留给大家足够的这个想象空间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但如果从今天的演示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总结几点了 如果说我们把刚刚提到的这些演示 做一个总结的话 我自己会有这么几个结论 首先呢 你使用GNI这样的工具 Let's Rechange GPT 你的真正的关键 一定是逐连掌握prompt这个技巧 六个 对不对 如果记不到了 往前面翻一翻 有六个技巧 非常重要 然后第二点呢 答案是可以反复refine的 你通过这个不断的提示 可以让它生成更高质量的答案 第三个呢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大规模提升BA工作效率 所有的阶段 我们如果看一下 从我们第一个演示 workshop的日程 第二个 帮助你产生一些新的idea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发现我做了很多用户调研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困惑 我不知道一些新的idea 你可以借助全GPT来 inspire 启发你 对不对 在后面的场景里面 无论是写用户需求 测试用力 包括让它生成 一个能够直接导入到 GRA的这样一些 故事用力也好 或者说叫测试用力也好 都会很方便 好 但最后一点 我没有在演讲演示里面提到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这个工具对你来说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关键的决策 到底用哪些内容 决策仍然在你 所以如果我要说 一个anti pattern的话 那么其实会说 你太依赖前GPT 你没有过滤它的答案 你没有去思考 说我给它怎么样 好的promote 给它好的这个提示 你就直接说 希望短平快的 单纯的说 我需要你给我答案 那么这样的思路 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ChangePT 正如它的这个 交互界面的最下面 会写到ChangePT 可能出错 所以对BA来说 这个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回答了一个问题 说哇 这个工具都好牛 所有的BA都可以失业了 我们不需要毕业了 我认为不是这样 高水平的BA 对行业的理解 对整个软件过程的理解 仍然是非常稀缺的 因为它们可以 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而这些作用是 至少在我看来 短时间内 悬崖工具是无法替代的 这些BA可以更好的使用 悬崖工具 去提升它们的效率 但是它们不会被轻易替代 好了 我会留大概 五到十分钟时间 作为提问的时间 我今天聊的主要的内容 就这些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